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不是有要求大家要專行律法 要要求很多事嗎 那為什麼你們現在一起講恩典 恩典都沒有講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事呢 來我給你看一個經文 你就會知道到底為什麼我們這樣 請看 路加福音18章 等一下19章會有另外一個人出現 我們先看18章這個人 有一個官在其他平行經文說 他是個少年官 有一個官問耶穌說 良善的夫子 我該做什麼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穌對他說 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所以你看耶穌其實在說 他就是上帝 因為他是良善的 可是你看起來好像耶穌說 你幹嘛稱我良善 耶穌其實在說 我就是那位良善的上帝 好下一頁 借命你是曉得的 不可堅引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不可作假 見證人當孝君父母 那人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 你會發現當這個少年官來 耶穌丟出了這些戒命 耶穌給他十戒 你真的覺得耶穌是說 你不要做這些事 所以能怎樣嗎 可是這個人在跟耶穌的回答是 我真的這輩子都沒有 奸引殺人偷盜 做假見證 而且都孝順父母 有可能真的是這樣 所以耶穌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 耶穌說太棒了 你實在太棒了 來做我的門徒嗎 不是這樣的 你看下一頁請看 耶穌聽見了就說 你還缺一件 我告訴你 如果你來跟耶穌說 我做得多麼的好 你看我都沒有偷盜 沒有做假見證 我孝順父母 等等等等等等 耶穌永遠會跟你說 你還缺少一件 因為你的意 只不過像 如同破布的衣服 破爛的衣服 很像月經布一樣 如果你有對這個有興趣 你可以搜尋 搜尋我們的其他的視頻 你會看到我們詳細解釋 是人的意很像月經布一樣 OK 你如果想要來跟耶穌說 你做得多麼好 耶穌永遠會跟你說 你還缺少一件 所以耶穌說 要變賣你一切所有的 分給窮人就必有 財寶在天上 你還要來跟從我 他聽見這話就是很憂愁 因為他很富足 你看你讀到這個經文 你就一直以為 好像有錢人就 好像比較缺乏 還是神好像沒有那麼喜歡有錢人 特別是如果你還有機會 看這經文後面 提到說好像 婦人沒有辦法進天國 是嗎 我們等一下看另外一個經文 你就會看到其實真的不是這樣 如果你來跟耶穌談律法 談你能夠做什麼 耶穌永遠會跟你說 你還缺少一件 你還缺少一件 因為沒有一個人的意 足以能夠得救 你完全只能陰性成癮 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自己的行為 跟神患得救的 上天國的這件事 因為你永遠不可能 足夠好到能夠得救 所以你看這個少年觀就甚憂愁 因為他很富足 我們再看下一頁 可是到了十九章 完全不一樣 耶穌進了耶利哥 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薩蓋 做稅利長是個財主 你會發現兩個都是有錢人 可是你看什麼時候 等一下發生什麼事 我還要再講一下時代背景 稅利長是什麼 你知道稅利是什麼嗎 我們以前抗日的時候 有所謂的漢奸 我告訴你 稅利長就是猶太奸 聽起來很奇怪 很像一種煎餅的名字 不是猶太奸 就是猶太人的漢奸 猶太奸 他們專門幫羅馬政府欺壓自己的百姓 跟百姓多收稅來賺錢 比如說羅馬政府包給他說 你今年要收一百萬 結果他就跟附近的人收三百萬 他自己賺兩百 上繳一百 真的是猶太奸好不好 所以他成為財主 這是稅利的專業工作 大家都很討厭他 我們看下一頁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見 就跑到前頭爬上山樹要看耶穌 因為耶穌必從那裡經過 你看 所以耶穌他要經過 他也不過是經過 可是撒該趕快想要來看看 這位人稱名賽亞是誰 我們看下一頁 耶穌到了那裡 抬頭一看對他說 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你要記得一群人觸泳著 撒該必須爬到樹上去看 所以人很多 可是耶穌在眾人 一堆人面前說 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他就急忙下來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你知道嗎 這個撒該 他很有錢 他是個財主 可是因為他是個猶太奸 他是個漢奸 所以大家都不喜歡他 他人際關係超差的 大家根本都是鄙視他 可是耶穌卻在眾人面前給他恩典 請問一下這個漢奸 這個猶太奸 他有像少年觀一樣那麼棒嗎 沒有 他可能有偷盜有作假 但是又不孝順父母 又做一堆不好的事 可是耶穌在眾人面前尊容他說 撒該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眾人看見 你看耶穌故意讓眾人看見 還故意說給眾人聽 眾人看見 就私下意見說 他進到罪人家裡去住宿 耶穌故意要說 我要去罪人家裡住宿 我要去撒該家 因為我就是恩典跟真理 我衝衝滿滿有恩典跟真理 耶穌帶著他衝衝滿滿的恩典跟真理 進到撒該的家裡 當他進到撒該的家裡 撒該怎麼說 當他說他要去撒該的家的時候 撒該怎麼說 撒該站著對主說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若而詐誰就還他四倍 大家你看 十八章的時候 那個少年官做了一堆事 可是拿到錢的時候 講到錢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東西拿出去 可是耶穌並沒有要求撒該 你要做到什麼的時候 因為他在眾人面前釋放出他的恩典 耶穌在眾人面前釋放他的恩典 他的真理 他的憐憫跟愛 他的接納 撒該就直接說 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 我討詐的時候 我騙了誰在還他四倍 你知道嗎 他大部分的財產應該都是討詐來 因為他是稅利長 他在還他四倍 他可能什麼都沒有 他可能其實就是耶穌對少年官說的 把你所有一切的給出去給窮人 你看 撒該並沒有被要求 可是他自願 而少年官說我做得這麼好 我行我行我行 我做得這麼好 我做得這麼好 結果他反而沒有成就 沒有辦法把耶穌帶接到心裡面 而這個撒該 他在恩典裡他就改變 所以我要告訴你 我們不是在告訴你 你就犯罪犯罪犯罪 我只是要把上帝的憐憫恩典 美好他的愛 他的恩寵分享給你 然後我們自然就會開始改變 像撒該一樣 自然的說我把我的一半給窮人 我把我騙的人還四倍 那才是真正的 不要再用這些東西跟神換 那個少年官想要跟神換說我配的 所以神告訴說你缺一件 而撒該沒有被要求這一切 只是因為憐憫 他把所有的非常非常多的給出去 讓我為你禱告 尋求恩典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受造之物 神是創造之主 雖然我們做得不好 但是神有恩典跟祝福 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不再靠自己的行為 乃以靠神的恩典 在得到神的恩典的前提 在得到神的恩典的根基之下 開始活出這美好的救恩 把上帝美好的傳出去 把上帝美好的活出來 祝福每位弟兄姊妹 多產倍增掌權 奉耶穌民禱告阿們